睡姿和健康息息相关 近来关于手举过头的睡姿在网络掀起讨论 有说法指出习惯此姿势者 可能患有颈椎病肩周炎 才会在不自觉中把手举上去 事实上外科医师江坤骏就曾提到 万岁型睡姿可能是颈椎壁神经从有问题 建议就医确认身体状态 除此他还提到趴睡型肌下面型两种睡姿 会对身体造成许多负面影响 要特别避免 江坤骏在YouTube频道将批一件事表示 想要早上醒来不会腰酸背痛 就要注意睡觉时颈椎跟腰椎的支撑 他特别点出有三种常见睡姿容易造成腰酸背痛 务必要多加留意 首先是趴睡型睡姿 江坤骏表示 睡觉时颈椎和腰椎都应该放在正常的位置 当呈现趴睡状态 此时为了呼吸 头部一定会刻意歪向侧边 使颈椎被迫转动成不正常角度 再者腰椎也会往下塌 同时造成肩膀与臀部肌肉紧绷 更压迫到肺部 导致呼吸变浅 可说坏处不少 其次是万岁型睡姿 江坤骏指出 可能是腋下肌肉神经过于紧绷 通常是因为平常白天的姿势 或颈椎 避神经丛等问题 导致需要以此状态睡觉 才会感到放松 建议应该进一步就医检查 出此 他还提到 此动作长期下来 也会造成肩部旋转肌加紧 形成夹急症候群 会使手臂出现疼痛情形 最后是瞎咪行睡姿 江坤骏说明 此动作不仅有颈椎 腰椎弯曲的问题 容易造成负担外 手脚的弯曲角度也太大 对血液循环很不好 且胸腹缩在一起 还会影响肺部扩张 以及肚子里的胀气 至于该用哪些睡姿比较好 江坤骏推荐养睡及侧睡 两种睡姿 前者要注意枕头位置 太高或太低都不佳 最好是让头跟身体 呈平行角度 在5到10度左右 但不要超过10度 后者要注意枕头腰靠近肩膀 让颈椎得到支撑 并在双腿间夹枕头 助稳定骨盆和腰椎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